大家好,Picko,S-Hop 今天講了一件Cry JPC 2.0 這件2.0我已經穿了一年多 先講一件東西的結構 之後再講一下自己的設置 之後再講一下它的用途 2.0之前就有一件1.0的 先講一下它和1.0的分別 2.0就多了這兩個快刷 這個快刷純粹一元就會 撕開這個魔術貼 所以整個肩膀帶就會鬆開 第二就是1.0 2.0就沒有了前面的Modi版 1.0的一塊Modi版 也是在後面的魔術貼貼的 而這裡就撕死了 2.0現在就沒有了 因為有些新的Map Houch 後面也有魔術貼 可以直接貼在這裡 如果真的要上Modi 要另外再買一塊Modi版 這塊就是它新SPC出的 輕一點和便宜一點 舊的那塊就貴一點和重一點 這些版本就方便換 例如現在這裡就是SMG Mac 4G MP 7 如果打電槍就有5-6Mbps 另外2.0的Comp-up分就多了這條帶 這條帶就是想做一個快刷的效果 現在就試試看 現在就裝回拋箱前面 現在拆在Soto的位置先說拆這條帶 如果拆這兩個位置 就把這兩個手掌握出來 就可以做一個快刷的效果 而最後就是後面多了這條拉鍊 現在有些新的拉鍊背包 或者拉鍊板 就可以上不同的Config 所以就直接把上去 就純粹拉上去 就黏一黏這個位置這樣上去 現在咱們先講一件事 前面頂,前面有一個主腦 主腦上有幾條獎金帶 就可以插些MonteTuber 或者插手槍夾也可以 我純粹放電話 然後這裡就放了Modi版 但裡面也有一個包子 但這個包子如果上了板 譬如你看這條帶就在後面穿下去 這樣貼起來 所以後面這個包子平時是 無法接觸的 你一定要揭開一個板才可以拿到這個包子的東西 所以就變了 掉了一些不是經常用的東西 而且是薄一點的東西 因為如果有東西厚的話 它就拱起了前面這個包子 所以可能會安裝一些地圖 或者寶劑之類的東西 它的肩膝蓋是比較斜的 而不是直上的 它斜下來 之前都說過會有機會再有多個Budstock 但是為了 沒有那麼左 這條帶這個位置就用了Hyperlone 它是非常薄的 所以就算Budstock 壓在這裡 感覺上也不算太左 但如果一斜開 變成中間的頭 這個位置就沒有一條帶在附近 就可以帶頭盔 可以直上直下這個Facer 接著 這裡 就有這條直帶上一些Buggle 上左右兩個Buggle 就可以拍一些不同的Placard 下面就正常Cumberbund一條 就是三帶的 Cumberbund是兩層的 有時候上Modee 如果上後面 就太厚 穿不到的 就要上中間 就穿到中間這一層 下面這裡就入版 之前就進入 天然大碼 那之前就進入 Amazon的硬版中碼 因為那個偏大 所以進入這裡就剛剛沒有 它裡面 頂頭就是網波 旁邊這兩塊 就是彈性波 中間這塊就是普通的Line of Ball 機器袋後面 有一條Jet Handle 就被隊友拖你走 剛剛也說了 兩條Line of Ball 中間有一些Modee 但是這個 其實它是很靠 靠板去上野 因為你看到 它這條帶 上了中間這個位 變成它穿不到整個Modee版 怎麼都拍到這些位置 怎麼都會阻止一點 這個純粹擦了一條獎金帶 就有一個鬆緊 大家看看設置 現在有些包裝已經賣了 而且包裝有另一條Fest 所以我懶得拆上來 唯有看照片 繼續說 你看到前面有三個 是用Aztec的包裝 其實之前是用Quiz的 Flip包裝 但是那個 入PMac比較緊 有PMac的角落 頭位就頂住了 可以進去 那隻包裝比較緊 有些人說可以摸一摸 角度 又不想摸 索性就轉到另一個包裝 之後用了Aztec 然後旁邊你見 這個就放Video 然後這個位置 有時候放電話 有時候如果放了Multi-Tool的話 我電話就放在這裡 然後包進來 這裡就放了一個DoubleMac的包裝 用來裝我的Speed Loader 然後後面這裡 我會有一個GP包裝 用來裝一些 藥水膠袋 銀包之類的東西 然後後面呢 就在用Quiz的Sip Bag 2.0 那這個2.0包 我通常會裝一個3D水袋 那3D水袋 其實我裝2L左右 我就不是裝了3D的 那我會裝上 汽 BB蛋 黑鋸器 還有一支噴肌肉的東西 就是抽筋噴下去的 涼和舒服肌肉的東西 那我之前這個位置就沒有放東西的 那我水袋呢 就放在這一格裡面 那這一格裡面呢 它下面是可以 extend多一塊布出來 就可以放一個Bull Cutter 那它就結開了一個大袋 那你扒開一個扭扭 拉扭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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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 就是Misture Ranch的開發的 那裡面 這兩塊呢 這個位置是彈性布來的 所以它有一點點 就是裝滿東西 它有一點點彈力 然後裡面呢 就有3個隔著的 這個就是一個大一點的 網袋格 那還有這裡很小的 那剛才我說呢 我就是其中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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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傑斯 另外一條是裝噴肌肉的那支東西 那我測它去BB蛋房裡面的 那這裡其實我是沒有東西放在這裡 我去打遊戲的時候 就用這個位置來放東西 那譬如我放我 那條腰帶的東西 那我放手套啊 我腰帶的Mapoucher 那些東西就會放在這些東西裡面 那因為我那時候用了一個大袋 那這個東西裡面 管住了一些林嬸的東西 那我去到打遊戲的時候 就開這個Pack 就上了這些東西上身 那這些東西都留在這裡 那另外呢 它後面呢 就可以插多兩個Map質變東西 那這個位置其實 我覺得比較緊的 就算插PB都比較緊 雖然它是圖頭插PB 但是我覺得比較緊的 所以其實這兩個位置我都用不到 而且我只有五個甲 那通常就三個甲前面 兩個甲在腰帶 那除非我跟著 帶七個甲 那不然就這兩個 都未必會放 那現在講一下用後感 那其實我覺得 中興型的Loading 其實JPC相當足夠的 因為我現在 開始想走重型Loading 那我便會轉用AVS 而不同的JPC 因為如果JPC上滿了東西 其實就不太方便 所以我確認 每一個有Moddy 就放上了Pouch 而且它很重 它射力 其實就是靠帶射力 那這件Pack 就不是太射力 因為它只有一塊布 好 很薄的布 就算你換一些厚一點的Pack 始終它整個 感覺射力 就沒有AVS那麼好的 那如果你說設計 那剛才剛才說 這個Sudo位 這個這樣斜 那我之前review過的 就是這個直上 那你說哪個好一點 我覺得兩個設計都沒有所謂 最重要它想槍 尾托不妨礙你就OK 那那個就設計走 而這個就用物料退走 那JPC 我剛剛也說 中興型 以前就叫做輕型一點 因為現在還有一些 叫ULV那些 再輕型一點的東西 就純粹一塊板 上個Plot Card 可能多VD 那就算了 所以如果你有設計 之前的 三個Mac 有Radio 或者你把水袋 和雜物 其實這件東西 我覺得是非常足夠的 那如果你覺得重 就換個厚一點的Pack 那大一年多 都有時候入草林 櫃 那暫時來說 都沒有出沒有爛 那這個就 上面說一下 用過JPC一點點 那我下次再說一件AVS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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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